大家早 今天帶你們去吃實驗 只有在STYLE ONE吃得到的美食 GO 來到STYLE ONE你們來吃乾烙麵嗎 那你們就Out了 今天要介紹的是傳統的福州蛋宴 蛋宴是由薯粉和雞蛋做成的 先把它煎成一片一片的皮 然后再剪成一条一条 类似像果条的形状 煮成汤 就是传统的福州荡叶啦 早餐不想吃面吗 让我带你们来 我觉得全斯大湾最好吃的Rotichana 这间店只卖普通和鸡蛋的Rotichana而已 可是每天还是排非常多人 我自己个人的习惯是会把剩下的咖喱全部喝掉 吃完早餐 我们来吃这一家非常多美食节目 已经介绍过的增加光饼 不想排队的话可以提前两天打电话预订哦 吃完光饼一定要来吃这一家签对 个人觉得比饼还好吃 而且一定要加糯米 午餐时间 现在要介绍三间好吃的鸡饭 第一间是经济鸡饭 这一间是我从小吃到大的 第二间是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开的 最推荐的是它的柠檬鸡饭 第三间是宝鸡鸡饭 个人最推荐它的烧肉饭 如果是外带的话它是用这种油脂来装的 非常有古早味 晚餐前再来吃一点小点心吧 晚餐时间 这家店的老板是来自吉打靠近泰国 所以它的料理是融合了马来餐和泰国餐 喜欢吃辣的观众一定要吃这一间 还有一道只能在stiawan吃得到的料理就是红酒面馅 除了红酒面馅之外 其它的辅佐菜也是很推荐哦 第九样stiawan美食就是韩国餐 里面都是非常道地的韩式料理 最后带你们去吃宵夜 是在会公司里面的火炭炒火调 介绍完十道stiawan美食你最喜欢哪一道呢 或是你有吃过哪一道都欢迎下面留言分享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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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